這很直交的要帶您關心到 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 日前拋出了深蹲20下 換免費搭公車的想法之後 引起了一波深蹲潮 先是舞檔及台北市長參選人 黃珊珊親自示範 蔣萬安也連續蹲了3下 不過呢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則是不以為意 認為如果這個選戰變成了深蹲示範 那就有點偏離主題了 平常如果有空就做深蹲 雙腳雨肩同寬 往下蹲到大腿和地面平行 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化身 健身教練 屆舞檔及參選人黃珊珊之後 親自示範3下深蹲 我可以做很多下 我平常就有在健身運動的習慣 那我覺得前提當然就是要做的 標準做的安全 蔣萬安日前拋出用20下深蹲 換免費搭公車 原本是要響應節能減碳 結果不但引發外界熱議 也意外開啟台北市長選戰的深蹲戰場 萬安是舉例 並沒有要這樣子來推行這樣的政策 有空就不要再跟大家一起來深蹲 選戰裡面變成深蹲 那我就覺得有點偏離的主題 在節能審碳要跟他連在一起 就有一點牽強了 文英深蹲是個好運動 但要跟節能減碳綁在一起 就有點牽強了 但除了深蹲之外 陳時中對全球首富馬斯克 從第一時間的稱讚到後來 改口批評 態度轉彎也引發議論 我以為就是說馬斯克要來台灣投資 那講了一些話 我的看法怎麼樣 那我是覺得這應該要深入在了解 陳時中三度對外適宜 甚至還在推特上以全英文抗議 呼籲要馬斯克把總部搬來台北 才能真正認識台灣 陳時中極澄清 就怕又被對手猛打 衝擊選情 這九點你沒做錯的